现在一起来道具室等待 看看长叔叔会不会来 您好长叔叔 您好叔叔来这边请坐 小心二台阶 叔叔您好 先问一下您现在身体的状况好些了吗 现在反正还行 这几天您都住在女儿家吗 对都住在女儿家 您住的还习惯吗 不习惯也没啥办法 我老婆老婆 有那孩子 见到孩子玩 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把个儿做决定了 您为什么要逼着老伴做一个选择 有你没他有他没你 这减的不还是减的 给我的治病前的三年来块 给我整就了 包着我包钱 一圆一圆 我包着呢 把个儿给我整 能打跑了 他也不知道能哪去了 您这一次生这么大的气 决定跟老伴一刀两断 真的就是为了 就是为了把治病的钱弄丢吗 对钱我弄丢了 我这半年多 我老伴挣的钱 我一个三百多钱 我攒两千多钱都挣丢了 你对这个孩子有感情吗 没啥感情 不喜欢他 不喜欢他 我姑娘啥的 我姑娘也十了岁了 她上学都熟了好听了 那个玩钱咋的玩子 她也整得不好 其实您说要去女儿家里住 而且还说女儿家住要不方便 你就上姚老院住 对 阿姨特别伤心 她伤心 她愿咋地吧 我不管她 有她没我 有我没她 你是不是说气话呢 那不是气话 真心话 真心话 那现在你觉得要怎么样 您才能回到这个家 就把那个明明送走 你明天就送走吧 有她没我 有我没她 其实我特别能理解 叔叔和这个女儿的这种感觉 刚才实际上 女儿说了一句话 里面有个细节 也印证了 陈阿姨跟我们说的 说明明和叔叔一天到晚老打 然后女儿也说了 也经常在打 小的时候还好看 现在看不住了 跟老夫妇动手 那我想这是任何一个女儿 都看不得的 然后但是我想为什么会打呢 可能还和陈阿姨有点关系 因为刚才在小片里面 明明始终是一个很温顺的孩子 可是这么温顺的一个孩子 为什么会跟叔叔动手呢 我想也许是阿姨和叔叔的矛盾 交汇了他和叔叔动手 所以实际上明明和叔叔 现在来动手的一个状态 不怪明明 不怪明明 某种意义上可能是阿姨 有些情绪 折射给明明的 交给明明要和叔叔动手的 而今天我觉得实际上在现场的话 如果说要讲谁为明明 在真正做牺牲的话 我想也许或者至少 叔叔和女儿为明明做的牺牲 丝毫不比陈阿姨要小 因为就像毕老师说的 是这个家庭在努力的 用自己的牺牲来抚养明明 而这个家庭是谁组成的呢 是这三个人 是这一家三口 他们的牺牲是共同付出的 为什么我说至少丝毫不比阿姨小 原因就在于 至少阿姨还得到了社会的赞同 我问你个问题 这二十三年之中 你对你我们没有感情吗 你今天就违心地说话 你看你的手指上 在山尔电厂 你怎么掉到那股了 在七班山 我说住房 在那住房是吧 明明走丢是吧 你骂我 你说他还丢哪去了 车上站了一路走到 从七班山到 到上的那个沈阳 那个二三八里重点的竹林桥 你这儿要骂 你骂你哭成什么样 你这儿就跟我一天说话呢 我二天来对他没好处吗 当没人跟老太一打架的时候 你不早出去拦着去吗 你怎么说这样话呢 你说以前你坐那些 你这儿讲啥 你这儿告谁告谁 我告我